早安 各位 今天是12月21日星期五的早上 隔夜美股方面繼續下跌 三大指數跌幅介乎1.5至2% 左近其中導致跌得多些 年年的下跌 主要是關注聯儲局 前夜時的議息聲明 資金面比較緊張 同時也憂慮在聖誕假期期間 美國方面也傳出政府可能會因為預算案 得不到國會通過而停擺 這方面也惹來市場憂慮 恆生指數受壓 低開之後再低走 暫時跌超過200點 很可能也要失回25600點支持 當然今日較後時間有回內地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方面的結果出爐 看看會否有政策支持 如果恆生指數是失手25600點左右的水平 投資者要預期恆生指數有機會下去 下市25000點進一步授身